I love you, I can't forget We make the rules, it's all 來,到底是我們的 時尚創意總監的票數會比較高 還是我們服裝的公關 甜美公主 對,我們總共粉絲團20票 再加上這三位男生3票 也就是說23票 好緊張 那我們馬上來開票囉 好 我跟你講,其實我坦白講 我覺得這邊滿多的 來,1 1 好快樂哦 2 我已經找不到了嗎 2 3 跳好開心 好,開始緊張 8 9 1 熱群 熱群老師投這一邊 好,來,再來 好入紅 10 很入紅 10 回來,現在 1 1 3 1 2 10 這樣已經40了 通常很多男生喜歡這樣 螺色的洋裝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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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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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臟病嗎 他太難駕馭了啦 這個很無法掌控 真的 不是,最後一票 勝負馬上就揭曉了 12 12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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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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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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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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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謝這幾票 謝謝你們 好啦,非常謝謝兩隊 其實今天的改造 算是都非常成功 是 希望電視機前面的上班族們 可以把這招學起來 對 這樣子下班 就可以漂漂亮亮的去約會了 對 接下來我們馬上就要進行這個 我發現台灣跟日本的戀愛 戀愛觀有一些不太一樣 對,還是不太一樣 我要先來問問看大家 有沒有一些讓你們印象深刻的 戀愛告白經驗 史丹麗,你先 我在追一個女生的時候 然後她是研究所的 還在念研究所 然後寫論文、寫報告 然後就有一次 我那時候還沒有跟她在一起 然後我就跟她去咖啡廳 因為她要做報告 然後我就陪她 我這邊看書 然後因為她有帶電腦 然後我就說 那你電腦可以借我嗎 然後電腦借我之後 我就把那個 她的電腦的握著打開 然後就是 她後來電腦拿回去用的時候 她就會看到桌面上有一個文件 桌面上有一個文件 但是沒看過 她打開 就發現是 就是我跟她告白這樣 賈文青 這種人 我覺得這個滿有梗的耶 對 滿驚喜的 對 那殷琦呢 你有特別的戀愛經驗嗎 我覺得比較特別就是 因為我比較注重 我媽媽 我家裡的人 然後有一個男生 他追我的時候 他就是譬如說 他如果想要送我花 他就會多一訴 送給我媽咪 什麼 我覺得男生還滿可愛的 然後就會間接給她講一些好話 有點賄賂的感覺 宥群老師 我其實滿主動的 比方說我大學的時候 如果我喜歡的女生 那 相處了一段時間 我已經確定她 是應該是OK 有好感的話 我會省略 完全省略告白這個段落 我直接抓過來就親了 這麼難 這麼難 等一下 現在尖叫聲出來了 誰 那個凱鈞 尖叫 不是 超MAN的啊 很MAN 很MAN 但他偶像去抓過來 直接 最喜歡這樣子 對 就是MAN 旁邊的心態 你喜歡這種方式嗎 就是有 所以我跟你講 大家有去哪兒心跳 講一講 我會路上很容易看 都想抓 大家都學起來 大學到研究所 大概連續三位都這樣OK 對 就抓過來就狂親了 不是抓過來親 就是抓過來爆了 就是這樣 就是人家看不出來 我是這樣的人 看不出來真的 對 人家想說 我應該都在畫眼線 別破眼鏡 但是真的是這樣 其實女生是很吃這一套的 很像 對啊 講到連續劇 為什麼我都在 一些日劇裡面看到 像是說 對 我們日本三月的時候 有 有 白色金燈節 加上還有 畢業典禮都在三月 那時候呢 就是 戀愛到忘記 告白也有忘記 對 忘記 想說買房子有忘記就算了 告白也有忘記 三月 我們日本人的三月 就是個戀愛到忘記 對 那為什麼這個 畢業季跟這個告白有關係 因為畢業的時候 女生跟喜歡的男生要她的制服的 第二個女婦 對 有 而且有賺點 好懷念哦 有 如果那個男生給女生那個第二個女婦 意思是 為什麼是第二個 是因為離乳溝比較近嗎 沒有 沒有 可是... 可以浪漫一點嗎 但是離心臟比較近嗎 應該是我的心臟 離心臟比較近 對 對 我也跟喜歡的男生要過 搞中的時候 結果呢 結果他說 第二個不給你 第二個已經給別人了 真的嗎 這次也算被打槍耶 那你有沒有被人家要過扣子 有 有 有 我記得是那個國中... 國中畢業的時候 全部都被... 被拿走了 炫耀一分 炫耀一分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他自己先打自己拔掉吧 全部都拔掉 整個都很多人 對 好多人是這樣子 對 自己拔掉 一定有這種說話語 對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就是要扣子 可是呢 你告白了之後 兩個交往了 我們女生有時候會不太清楚說 自己在對方心目中 到底是不是很重要 占有什麼樣的機會 這個很在乎 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知道呢 我們的大師史丹麗 其實你可以用一些小細節 確認另一半 我多在乎你 怎麼確認 第一個怎麼確認呢 就是通常如果你交一個女朋友 或是你有一個男朋友 你出去的時候 你一下飛機 第一通會想要打電話 一定不會是你媽媽 一定是你女朋友 或是你的另一半 對 因為這表示你是... 他是在你心目中是最...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人 其實不只是下飛機 在機場的時候 應該叫他上飛機前就會打的 可是現在的人 不管到哪裡去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卡耶 到機場啦 這樣嗎 回到台灣了 到攝影棚啦 到咖啡廳 然後都打卡了 好啦,可以排在打卡 第二個沒關係啦 好,打卡 先倒數男女朋友 好,然後第二點是 現在皮甲不會放照片 因為手機一定都會有照片 有些人如果不忠心的話 怕被人家看到 你的手機上面的照片 可是我覺得這點要問一下 因為現在年輕人不太會這樣 有曾經把男女朋友的照片 放在手機的桌布上 或者是皮夾上的舉手 對啊,他還是很多 你看,你知道嗎 真的 為什麼 是什麼樣的心態呢,薇薇 就是想要 每天每秒都可以看到他 就表示很重視他女朋友的 好,那再來呢 再來是 備份鑰匙 這個比較難吧 這個真的比較難一點 但是因為有些可能是跟家人住 有些可能家人住 沒辦法給你備份鑰匙 可是如果他是一個人住的話 對方願意把備份鑰匙給你 或是你願意給對方 表示你是沒有什麼好怕 沒有什麼秘密 你在對方面前很坦然 對,很坦然 對,是沒有什麼秘密的 就表示你真的很重視他的 有拿過另一半的鑰匙的舉手 宇涵,有嗎 有 為什麼要這麼說一下 他交給你的原因是 就可以 那他給你鑰匙了之後 你會不會比較有安全感 會 你怎麼知道 他鑰匙可以打很多份嗎 一定是的 我有鑰匙 隨時可以抓肩在床 厲害 對耶 就他從此都不回家 都在外面 對啊 來,第四點是什麼 好,下一個是 你可以讓對方融入你的生活 我家有一個女朋友 我很開心 想要介紹給朋友知道 讓朋友分享我的喜悅 對,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保持我真的是 但是很重視這個女朋友 我想要跟他在一起很久 對啊 那我們的河南浴室呢 你會跟女朋友交往的時候 會讓女生跟你爸爸媽媽見面嗎 為什麼 因為 如果真的都要見面 每天都排不完 吃不完就看 爸爸跑 因為他沒有扣子 又沒有扣子 對,排不完 對啊,爸爸媽媽演太多了 爸爸媽媽記不起來 但我要講一下 因為我很多日本的朋友 女生朋友 然後就跟日本人交往 男生好像不喜歡帶女生 跟朋友見面 對 你的男生是不得到無法 除非要結婚 除非要結婚 對 已經到論及婚嫁了 才會跟爸媽見面 連朋友都不會 其實連朋友都不會見面了 對啊 好像是這樣,沒錯 最愛比較保守的男生 好,那最後一點呢 最後一個就是 可以在對方的面前 甚至上廁所給他看 就是你可以放心 在你面前做個事情 但是你做這種事情 我都不會覺得你很醜 反而會覺得你很可愛 然後就會覺得 這才是真的就是放心的啊 對啊 台灣女生會嗎 看人 可是像我的話 像我化妝什麼 我都要到一個小房間 對 因為我男朋友就說 沒有,開玩笑的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種禮貌 這個是幾個小祕訣 但是我們今天還要在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女生 瞬間融化 嗨 嗨 愛情必修 讓女生融化的 三大心機小祕訣 首先第一招就是摸頭融化法 男生向對待小動物般 溫柔的輕拍女生的頭 並含情默默的看著它 適時的給予帥氣微笑 就能讓女生的心瞬間融化唷 究竟這一招的效果有多厲害呢 就讓螞蟻和帥氣名模 河南浴室 透過戀愛狀況劇 來體驗一下吧 我不要你出國 好 你要出國 哇 一個禮拜好長哦 好寂寞耶 沒關係啦 等我回來 嗯 好嗎 對啊 好厲害 有什麼感覺 有 有感覺 為什麼 莫名其妙的魔法 那種會被照顧的感覺 你不要來試試看 我知道 來 來試試看 來 來 他要出國兩天 你要出國兩天嗎 我覺得要太長了 有什麼感覺 太電腦了 真的,這個不行 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是魔頭的融化法 這次很厲害耶 是我的 第二招擁抱融化法 就是在女生心情低落時 由男生給予一個厚實的擁抱 以及安慰的話語 就能讓女生感受到溫柔 心情瞬間好轉哦 接下來就由日本美胸女神 大酒寶瑪梨子 與李佑君老師 來為大家示範擁抱融化法的 神奇效果吧 冰月 音樂 今天 我老闆說 要我離開工 什麼意思 被開除 被開除 真的 我不知道 你這個老闆實在太可惡了 沒關係 有我在 你有什麼感覺 有被包覆的感覺 剛剛一抱的時候 前面女生全部尖叫 對 謝謝 你吃這一套耶 但是 但我真的... 我真的私底下是這個樣子 大家終於知道我喜歡女生 我喜歡女文 OK,謝謝佑君老師 謝謝佑君老師 接下來最後一招大絕招是 超MAN的融化法 最後一招超MAN融化法 就是男女朋友吵架時 女生轉身就要走 若男生即時將女生用力 擁入懷中 並立即道歉 就能讓生氣的女生 瞬間融化喲 最後的大絕招就由謝忻 以及河南玉世來示範演出 最驚人的效果即將登場 趕緊來看看吧 謝謝 我就跟你講過 我要買那個包包啊 我東西很多嘛 對啊 這包包是必需品啊 本來就是要買的 而且是搭衣服啊 不要了 我現在是新流行教主耶 本來就是要包包啊 不要了 我不要,我就是要買... 我寫什麼,你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他從不來抓住我胸部不放 好,好厲害 不好意思 我沒有保險 這麼用力的 沒關係,連活那邊 一彎 但是我有感覺到就是 很MAN,超MAN的 對,沒錯 但是強調一下就是說 這個狀況是男女生 都對對方有意思 不要隨便找那個 路上的人亂用 不行啊 會不會抓起來 會不會抓起來 要看對人這樣子 我們謝謝我們的河南醫師 謝謝 謝謝 是不是今天教了大家 很多的小撇步 可以跟另外一半 這樣子甜蜜蜜 可是這個是有對象的人 對 那沒有對象的人怎麼辦 對 一個人一人 而且也需要甜蜜蜜啊 是啊 我告訴你 有的時候呢 吃一吃甜食 可以讓人家 整個人都舒服起來了 也是 吃甜點可以讓人家開開心情 尤其是女生 你去那種甜點店 或者是麵包店 就看到只要女生進去就這樣 對 有沒有 笑容 整個笑容 非常的可愛 究竟現在台灣跟日本的民眾 他們在流行什麼樣的甜食呢 今天我們就要介紹給大家這個 台日人氣甜品名店全攻略 流行特搜車出集 台北火紅人氣甜點全收囉 流行特搜車 將深入大街小巷 探訪時下年輕人最愛的超夯下午茶 我想吃吃看 我看到你有沒有看到 女生整個奶油味啊 會滑得上來 除此之外 還有來自日本目前最流行的 超人氣甜點大木集 令人口水直流的美味甜品 即將登場囉